布達利任命黃玉霜為本府秘書長 現場已盡了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6 日 接任這個職務 內心有三個感謝 第一個感謝 我感謝我的家人 中國主席處所有兄弟姐妹 共同夥伴們 這個榮耀是屬於我們大家的 接下來 我要感謝府內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作夥伴 第三個感謝 也是最大的感謝 我謝謝縣長 他對我的信任跟肯定 縣長就職這一年以來 我念你的 第一個是情有感的原因 第二個是財政的困境 第三個是垃圾的問題 情有感當初中央 他肯定給我們氣力多 拍了師傅吃個匯報 縣長非常的著急 急著來喔 想要快買出去 到底想什麼困難 我說縣長 因為每一個同仁他要活摘 黃子鎚這些同仁 他的壓力很大 因為金額那麼多 縣長在會議上面 他很真誠的就講說 他說如果他算錯了 我會賣錢給他倒閨啦 就是這一份苦名說苦 我本首要給他 他說我很要意 我也很著急 我本首就不吃了 我本首要吃了 我就給他鼓鼓吞吞下去 我非常的感動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鼓起勇氣 我願意來承擔 我的熱忱 我又要我的工作 我在縣長的服務了28年 我相信在縣長的帶頭之下 我們會是最棒的團隊 我們會是最右手的團隊 你們說對不對 對 感謝各位 謝謝 林林縣政府 有時 第一位 這個女性的秘書長 在今天不達生效 那從今以後呢 我們黃秘書長 就要跟各位縣府的團隊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打拼 為林林縣的發展 為我們縣民的福祉 大家共同來努力 黃秘書長就任之際呢 我們同時也要感念 許秘書長對於這個團隊的 服務跟貢獻 黃秘書長 在主計部門 從最基層的科研 來到轉彎 來到扣定 來到不促進 來到促進 正確是這個 對基材 保護起來 累積了相當豐富的 這個公務的經驗 我問說 在這段時間裡面 大家可以努力 我們可以立場 對人的困難 我們也可以讓 我們的官民 對我們的俄羅 跟對我們的效應 我們另外一個高峰 我們在此也向所有的縣民朋友們 來做保證 我們一定會散盡我們的責任 我們一定不會辜負各位縣民 對我們的期待 謝謝大家